第六百九十八集 神王对我祖上有大恩 不能治好你的道伤 让我心中有愧 你无需行此大礼 这个老神仙一样的人物 拉住叶凡的手臂 几乎在一刹那间 他神色一正 但很快又掩饰了下去 波澜不惊 为叶凡诊断 叶凡知道坏了 这个王神仙一 果然厉害的邪乎啊 他演化的大道伤痕 根本无法瞒过对方 一定被看出来了 请前辈保密 叶凡暗自传音 这是一位圣主级人物 为当时的绝顶战力 他心中坠坠不安 真的出乎我的意料 没有枉费神王前辈的 一番心血呀 王神仙一点头 也是暗中传音 你尽可放心 神王与我的先人有大恩 我会护你周全 消除其他圣主及人物的疑虑 叶凡放松了下来 觉得自己赌对了 对方果然还念神王救恩 同时他心中却也是一惊 丰足圣主将他拦了回来 其他圣主及人物心有疑虑 这些可都是很微妙的事情 可能会演化成可怕的后果 你随我离去吧 我对外宣布帮你了之 好 多谢前辈 随后 王神仪当众宣布 叶凡最多只能活十四天了 这则消息一出顿时引起轰动 他真的要死了 绝对神医都这样确定了 看来无力回天了 想不到啊 身体临死了 气血还这样旺盛 不愧是可与大地争雄的体质啊 风足八百神岛上 诸多修士全都在热议 叶凡的战力太突出了 让很多人不安 此消息一出许多人心中的大事落地 想要活命 唯有自占修为 化成繁体 这是王神仪宣布的第二则消息 此时 连大殿中的诸圣主都被惊动了 不过并没有人多说什么 都是在默默关注而已 年轻一代 许多人不加眼似的笑了 这样的不是大敌到底还是要死了 再也不存在威胁 风足年轻一代 本来都安分了下去 此时又都活跃了起来 无惧叶凡 大模大样的过来倒酒 自负圣子什么也没说 眼中神光一闪而莫 自顾地痛饮了一杯 姚夕呢 尝出了一口气 她 把柄落在了叶凡手里 始终难安 如今真的可以放下心来了 凤凰眸光闪动 婀娜而来 为叶凡 倒了一杯酒 活着总比死去好 你也算是辉煌落幕了 平淡凡人一生 也是一种归真 愿你一切顺利 大夏皇子 妖月空 白衣小尼姑等 也先后走来 他们真挚安慰 都言叶凡 可随他们而去 照发嘴角露出一丝 机窍之色 直到走到近前 才收取那缕笑意 叶凶 人生总有起伏 不必计较 说吧 他拍了拍叶凡的肩头 若是在此之前 他是说什么 也不敢这样随意的 叶凡并不在意 有没有大道伤痕 唯有他与王神医明白 见到了这一幕幕 他顿时笑了起来 赵兄 说不定有一天 我会去找你 卖圣剑 我一直在期待呢 遥光圣子也走了过来 认真地敬了一杯酒 珍宙 天亮之后 叶凡就这样随王神医离去了 留下了太多的议论话题 人们都在猜测 他的命运 许多人都在等待与关注 这帮傻鸟 大黑狗拖着小楠楠 黑黑的冷笑不已 到时候 等着看他们惊掉一地下巴 李黑水也哈哈大笑 都说 看他们是什么表情 王神医的隐居之地 在中部地域的一片鲜脉中 那里临近一片无银的大荒 是一片很原始的地域 他以医术入道 平日间虚长白草猎神丹 只为了出入这片大荒 方便一些 王神医这种心境的人 一路上听到黑黄的胡言乱语 都有些无言了 盯住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叶凡将小楠楠的问题 说了出来 向王神医请教 有没有办法治疗他 总是遗忘过去的病症 王神医相当地吃惊 这个孩子有些特别 说不上来 他盯着小楠楠看了又看 那块七彩小石头 似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中 穿过武锦大跃 翻过很多山脉 终于到了大荒外 来到了王神医的茅庐前 这里林牙 飞铺流泉 苍松挺立 鲜鹤飞舞 是那一片修行的净土 大黑狗露出吃惊的神色 不对啊 这个地方很有讲究 我想前方应该会更规律 堪比一片神土 王神医点头 你这只狗倒是有些眼力啊 儿户指向前方 那无尽山脉 的确是大有来历啊 叶凡他们飞上高空 向前眺望 心中震撼 每一条山脉都像是一条大龙 气势磅礴 巍峨雄伟 大黑狗惊道 这是藤龙之地呀 全都是龙脉 鬼不可言 可以说 是一片通天之地 可以发祥出一个圣地来 应该掌握在最古老的传承 手中才对呀 这本是一片极度鼎盛的圣地 只是在六千年前 发生了一场天大的变故 不复存在了 什么 这里难道是 叶凡吃惊 想到了这是何地 嗯 这里是六千年前 极度鼎盛的天玄圣地遗址 王神仪说出了答案 本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圣地 可是却彻底没落了下来 无比的荒凉 老藤缠满了山岭 原体虎啸 成为各种异寿的棲居之地 那里古墓参天 树木狼林 彻底遮住了昔日的一切 化为了一片原始龙脉 突然一声大哭传来 震得群山摇动 万木落叶凋零 飞禽走兽 恐惧趴福在地 举人都被惊住了 这哭声 怎么如此可怕 是从天玄遗址 最深处传来的 难道六千年过去了 还有什么人 活在地宫中不成 第二声大哭传来 万山都在摇动 所有草木都速速落叶 非常的恐怖 像是可怖的山红在积天 哭声短暂 很快就止住了 可是万寿却依然在颤抖 时间不长 第三声大哭传来 无尽山脉 所有大跃都摇动了起来 这片藤龙之地仿佛有成千上万条大龙月旗 所有山脉都要翻转过来了 一个人的哭声 怎么能这样的恐怖呢 红隆隆的 万月摇动 乱石崩云 像是在开天辟地一样 在这一刹那无尽山脉中 发生了很奇异的场景 草木枯萎了又繁盛 像是经历了几载春秋 通天之地 无尽大地龙气贯通天上地下 接连苍穹雨大地 景象骇人至极 大黑狗都一哆嗦 这是什么人在哭啊 这也太吓人了 片刻后万籁俱寂 天旋遗址恢复了安宁 再无声息了 万无复苏 没有了凋零与风掌 前方 蛮荒谷地万月如龙 古墓耸入苍穹 老藤压盖大山 苍茫古老神秘 原始有一股莫名的气韵 大月巍峨 每一座都雄伟壮阔 不少大瀑布 从山上垂落 长达树千丈 如白茫茫一片 无比的壮丽 大哭声过去后很久 终于又灵兽出没 兽园攀爬盛山 仙鹤降武白云捡 七彩神鹿 显灵之而悦 更有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 真琴异兽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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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